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 昨天可以说是一个大日子 因为这是拜登此前下令美国情报机构 对中共病毒进行为期90天的 溯源调查期限的最后到期的日子 其实很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和我是一样的 就是对这个报告并没有抱有太大希望 毕竟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就有讨论过 CNN当时就是有引述知情人的报道说 他传出了一个丰盛 就说很可能大家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那么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 他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是有回答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他说历时90天的这个病毒溯源调查 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是按时结束 但是这个调查结果 他将首先去向拜登报告 并不会完全的公开 大众可以看到的版本不会是完整的报告 并且可能还需要等几天才能够公开 至于说这份报告的内容 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概况 最先报道的是路透社了 他们是引述了三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说法 称最近几个月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共病毒 在野生动物中有过广泛的自然传播 此外这个报道还表示 就是由于中共阻碍了早先在当地收集关键信息的努力 所以他们并不期望这个调查会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听起来会比较令人失望 但是也不能够说它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有官员说 这个报告它可能会指出下一步进行的其他调查的方向 包括对中共去提出哪些要求等等 而这些要求就很有可能会进一步 加剧美中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了 而另外有一家叫做国家评论的媒体就报道说 尽管是由最好的特工分析师以及病毒专家 集体提交的报告 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这个报告中指向试验室泄漏的间接证据 现在是呈压倒性的 总的来说 就这些信息看起来非常的模糊 我们唯一比较明确的就是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也就是说依然是自然来源和试验室来源 两种可能是并存的 那么可能就有朋友会问了 说此前CNN不是有报道过一条独家新闻吗 说这个情报机构已经通过了某种尚未公开的方式 获得了武汉病毒所的基因病毒的数据库吗 的确是的 这个是CNN在三周之前的8月5号报道的 当时这个文章还特意的提到说 将这些数据转换成为有用的信息 它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尤其是需要有足够熟练的科学家 来解读那些复杂的基因测序的数据 同时还要拥有适当的安全许可 他们还需要了解中文 因为这些信息它含有大量专门的中文词汇等等 那么这样一来 它就带来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这个数据库它解密出来的信息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就目前各方透露出来的信息 我们综合来看 一个基本肯定的结论是 至少到昨天拜登拿到报告为止 相关的这个挖掘呢 它并没有拿到可以对病毒起源一锤定音的这种直接的证据 所以看起来呢 似乎呢 还是转了一圈又停留在90天之前的那个原地 也就是说 源于自然和源于实验室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但是是不是说这些挖掘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呢 当然也不是了 至少呢 这两种可能性的比重呢 它在继续的发生变化 就是说这个天平啊 是明显的在大幅度的继续向试验室泄露这个方向去倾斜的 从某种角度上看呢 现在的拜登政府的处境呢 他有几分像当年那个辛普森沙西安的那个检方 就是说在经过几轮的控辩较量之后啊 全世界都相信了这个辛普森他其实就是凶手 但是呢 偏偏就在最关键的证据上受到了干扰 无法最后搞定 当然了 这个例子呢还不是那么很恰当 对吧 毕竟辛普森呢 他最终是逃脱了指控 而现在我们看到呢 只是暂时的陷入了僵局 但是至少啊 就目前的这种挖掘的力度呢 美国可以说是差不多就处在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位置 就差这么一段 接下来的最关键的呢就是要看这个拜登政府他有没有魄力让中共交出关键的数据 如果说中共是坚持不交还要继续的反咬美国那么拜登政府他有没有胆识对中共去施加一些实质性的压力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他是不小的对吧 因为你要迫使中共接受调查的背后呢 他几乎可以肯定是将会出现制裁与反制裁 以及包括其他各方面的这种博弈的 中美关系啊在短时间之内急剧的恶化甚至是直线下坠可以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 那么这种恶化他会到什么程度呢 他会不会达到引发中美关系全面的坍塌 乃至最后爆发一个局部的冲突呢 这种可能性啊他是不能够完全排除的 那么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拜登政府他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吗 或者说他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 就我个人而言啊我不是很乐观 为什么不乐观呢 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涉及到在昨天的发生另外一条重要的新闻 就是塔利班对阿富汗撤离这个期限划红线的这个事件 就在昨天呢拜登是有正式的确认 说美国将按照计划在8月31号之前撤离阿富汗 他还发出一个警告啊 说当地的局势呢很脆弱 这个伊斯兰国呢很可能会在喀布尔的机场之外来发动袭击啊等等 那么与此同时呢塔利班呢 却开始展现出了一种意乎寻常的强硬 这个塔利班的首席发言人叫做穆加西德的 他就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的给这个美军以及盟军划下了一条红线 声称说不接受8月31日截止日期之后的任何的延期 并且呢从周二开始也就是昨天开始 通往卡布尔机场的道路呢 只对外国人开放而对当地人是关闭了 而另外一位塔利班的发言人叫做苏海尔杀辛德 甚至公开的就威胁说如果说西方士兵逾期不归 那么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 所以大家都看到吧这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幕对吧 因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啊大部分的塔利班其实都还归缩在山区呢 外界是几乎听不到任何他们的声音的 现在呢因缘际会他们突然间一下就进入了卡布尔 脚跟都还没有站稳就居然敢大摇大摆的跟天下第一的美军来画红线了 那么这个画风呢它实在是有人一时之间转不过弯来对吧 而事实上呢塔利班呢也并非是虚言恫吓 就在周二的晚上呢塔利班的武装分子的确是开始动手封锁了通往卡布尔机场的道路 同时呢还向空中淋枪以驱散人群 并且公开的宣称说只允许外国使馆安排的车队通过 阿富汗民众那些个人啊 即便他们手持有效的旅行证件也都不能够通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拜登同意塔利班不延期的这个要求 他就很耐人寻味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此前呢他是一直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压力 就是要求他延长最后的期限的 英国法国德国还有西班牙都警告说 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撤离需要离开的所有人 那么这个分歧呢 他是知道昨天由英国来召集了一个七国集团的领导人 开完一个视频会议以后才得到解决的 也就是说七国集团呢 他们都同意不延期 但是呢像这个塔利班同事是提出了一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塔利班必须保证在8月31号以后呢 他为这个想要离开的人还要去提供一个安全的通道 那么塔利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呢 目前我们暂时是无法确认的 但是可能有不少朋友啊都注意到了 昨天的另外一条新闻 就是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 他在前天也就是周一的时候 在卡布尔呢 有秘密的会晤了塔利班的头号人物巴拉达尔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塔利班进入到卡布尔以来啊 与拜登政府之间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因为他是不公开的会晤嘛 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都不知道其详细的内容究竟谈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呢 在记者会上回答这个撤离阿富汗人的问题的时候 有透露了这么一点风声 他是这么说的 说肯定会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人 在8月31日之后来到美国 我们将帮助他们重新安置 所以如此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这个揣测一下了 就是拜登和塔利班呢 很有可能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协议 也就是说盟军这边呢 不强行的要求延期 就算是给了塔利班一个面子 那么以此来换取塔利班 在8月31号以后呢 他仍然可以允许这个撤离的行动是低调的继续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让我们看到拜登他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有看到 就是拜登在遏制中共这方面的这个出招 是吧 他从这个科技战到制裁战 从强化欧洲盟友围堵 到重振印太盟友的关系 甚至是屡屡的踩踏中共的红线 不断去提升这个美台实质性的战略盟友的关系 可以说一系列的组合拳打的是有板有眼的 让中共官媒都惊呼 说这个拜登怎么比川普还要疯狂 尤其是在这个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 拜登呢 他是下令调查 显然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共的命门的 就是以至于中共啊 像疯狗一样 我们看到他不顾一切的张嘴乱咬了 对吧 哪怕是闹出了像瑞士专家爱德华兹 这种国家级的丑闻 中共现在也都不顾了 就是继续的火力全开 极力的甩锅 甚至直到今天啊 中共官方都还在威胁说 如果美国下结论说这个病毒是源于武汉 那么他们将一定采取报复的行动 但是呢 在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个事件上 我们看到拜登的表现却明显的是 判若两人 他每每判断失误 处处调度无方 一路被动的走到现在呢 甚至让这个世界第一军事强国都不得不和塔利班 这样一伙可以说是欺拼拔凑的这个恐怖分子去签订一个城下之梦 对吧 简直是让全世界都是大跌眼镜的 那么我们从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中呢 从这个病毒调查追责和阿富汗这两个事件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拜登啊 他其实表现出了一种共性 什么共性呢 就是当他和对手去进行一种远距离的 这种政治啊 经济啊 还有外交方面的博弈的时候呢 他似乎显得还是颇有章法的 那么一旦他要和对手进入了这种像近身肉搏拼刺刀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尤其是又是面对像中共和塔利班这种死缠烂打 又不讲任何武德的这些对手的时候呢 拜登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 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出来张簧失措 也就是说呢 不敢使用力量 这个是拜登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尽管以美军当下的实力啊 他可以在南海和台海面对中共这样的对手 都是完全可以占据优势的 我们也曾经有讨论过对吧 就说美军其实对这个与中共开战 都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的 但是如果说三军主帅 他自己就在瞻前顾后不敢出招 那么拥有再强大的飞机导弹 他最终呢也会沦落到和拿着一把AK冲锋枪的 这个塔利班是一个级别的对吧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拜登这一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 对他来说 其实或许不一定是坏事 就说至少这个可以刺激他提醒他 就是看上去你似乎占尽优势的一个局面呢 完全有可能因为一招不胜 就被对手彻底的翻盘 相比起塔利班来说 中共的狡猾与印度可以说要胜过百倍的 而中共的实力甚至还要胜过千百倍的 此前占据上风的这个局面呢 并不能够说明什么 那个可以说他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接下来美国这边要如何的去弥补破绽 在这种短冰箱间的状态之中去解决这个病毒追责的问题 去应对越来越拿着掀桌子来进行要挟的中共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那么说到这个病毒溯源呢 我们要接着来讨论一下 就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才发表的独家报道中 爆出的一些关于溯源调查的重磅的内幕 那么这份报道呢 他就说在病毒溯源这个调查问题上呢 拜登政府现在是已经陷入到了 和当初川普政府相同的一个困境 就是如何能够迫使中共政府进行配合 川普政府呢 曾经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向中共施加压力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但是相关的努力呢 最后是以官僚内斗和失败而告终的 那么这篇报道呢 他就披露了一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内幕 就是说早在2020年初啊 就是在中共承认爆发疫情以后的最初的几周 在那个时间 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任职的那个余茂春 这个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 他在当时就立即下载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页的 所有的这个副本 那么当时大陆的疫情呢 他还没有蔓延到海外 余茂春呢 他说他知道这家生物实验室 曾经是有从事这个冠状病毒的研究的 所以当时他就预感到 中共官员呢 很有可能会删除掉其中部分的材料 他向蓬佩奥是特别的提到了这家敏感的研究所 然后呢 蓬佩奥就告诉他说 你要优先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很显然就是作为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余茂春来说呢 他对中共体制呢 有远比西方人更加深入的这种了解 那么事后的这个事实也证明他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 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余茂春啊 在当时就有找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武器管制局 就是这个这个机构 他的代理局长叫做迪南诺的 并且呢 就向他表达了说 希望对这个病毒的来源进行调查的这么一个意愿 大家在这里要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啊 就是当时五月嘛 这个美国的疫情 他正处于每天是确诊大概两到三万例的这么一个快速的上升期 那么这个武器管制局他的职能是什么呢 他主要就是获得授权来监督遵守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 那么在当时这个迪南诺他就从美国的情报界去开始搜集信息 来评估中共此前的这个病毒研究是不是又违反了1972年通过的那个生物武器的公约 那么这项调查任务呢 最后是落到了一家名字叫做国家战略研究所的这么一个机构的头上 该研究所呢就聘用了前政府官员大卫埃舍尔 他是叫这个名字 就聘用了他来主持调查 他当时呢是正在从事与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有关的一个工作 算得上呢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家了 那么埃舍尔他的团队呢很快的就挖到了一部分的成果 就是他们从一份隐藏在情报机构档案中的报告里面发现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的内容呢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有几名研究人员 曾经在2019年的秋季染病 这个症状呢就与新冠病毒感染或者是季节性的这种流行病 他是一致的 此外呢该团队呢还发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为中共军方进行一些秘密研究的信息 那时间到了去年底 也就是说12月左右的时候呢 美国国务院呢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起草一份 涉及到这个迪南诺部门调查内容的说明 并且呢计划是要把这份说明把它公开的 而当时这个武器管制局的高级官员呢 也在开始起草一份正式的外交申诉 就是准备要通过指控中共针对冠状病毒的实验室的研究 是否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 来对中共进行一个公开的追责 但是呢迪南诺的这份申诉书呢 是遭到了他的顶头上司 时任国务次卿的克里斯福特 是遭到他的一个强烈的反对 这位福特先生呢他就坚持的认为 说中共军方开展的可能是被公约所允许的防御性的事件 迪南诺关于中共可能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的那个指控呢 在科学论据上基本不成立 而且这个福特呢 他甚至也还拿出了一份他自己的评估报告 他得出的结论呢 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进行了武器研究 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条款进行了解释 那么就这样呢 双方在这种激烈的争执之中啊是相持不下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迪南诺的申诉书呢 最终没有能够赶在川普政府移交政权之前得以公布 而拜登政府上任以后呢 接管这个武器管制局的新任官员迅速的就得出一个结论 说武汉实验室与生物武器公约之间没有联系 于是呢整个事件就此正式的game over结束了 从这些首次披露的信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川普政府呢 他几乎是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试验室来源的可能性 并且至少呢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 往这个生物武器方向去进行调查的 但是呢他显然没有得到情报系统的支持 就连蓬佩奥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务院系统内部去进行了调查 而且还是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的调查 都遭到了内部人士的强烈的抵制 这种抵制呢他显然和当时整个左派是猛烈的抨击 说这个病毒实验室来源就是一个阴谋论 它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以至于这个新任的武器管制局的官员一上来 他就否定了前任的结论 那么这种政治正确凌驾于事实之上 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 等到拜登政府后来突然一个大转弯 开始意识到调查武汉病毒所的重要性的时候呢 中共呢已经把相关的证据是删的删 藏的藏 就是要死要活也不允许外界去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了 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拜登政府他今天难以突破那个最后的一公里 其实霍根呢恰恰是当初这些左派为了大选来打击川普而埋下的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